连日来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的健康状况备受关注 在纽约出席911恐怖袭击纪念活动的时候 疑似晕倒的希拉里在短暂休息后 随公开露面向路人问好 但昨天她还是取消了预定前往加州出席筹款活动的行程 其私人医生透露 希拉里在两天前确诊患有肺炎 希拉里的私人医生巴达克博士透露 希拉里在两天前确诊患有肺炎 此前她因为过敏咳嗽了一段时间 目前希拉里以遵医嘱开始服用抗生素并调整了工作日程 昨天希拉里取消了预定前往加州出席筹款活动的行程 不过她在推特上告诉支持者说 我感觉良好 已经好多了 我想赶快恢复竞选行程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 尽管希拉里为大选拼尽全力 但让她头疼的事还没完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昨天以独家报道的形式刊文 直指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公司利用用户的搜索习惯 通过过滤甚至屏蔽与希拉里相关的负面自动关键词条来为其选战助阵 而这种方式可能影响到300万张选票的归属 目前谷歌方面和希拉里团队还没有就此做出回应